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开篇经文以福所书第六章十四至十七节说道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穿上工业的胸甲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尤其是要拿着信心的盾牌 拿着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仔细观察 我们主题经文的画线部分 他们都以使用神的话语有关 这只是一种重复 还是他们指的是不同的事物呢 他们实际上是不同的事物 让我们从真理开始 真理是指神所有的忠告 耶稣指着神的道说 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 真理是神的话语 神对你 对世界 对过去 对现在 对未来 对生命的其他事情 对死亡 对属灵的 对物质所说的话语 这意味着神持有着 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 哈利路亚 第二的是平安的福音 圣经说 他的脚在众山之上 何等等美 就是那带来好消息 公布平安 公布拯救 伊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七节 因此 平安的福音 指的是救恩的信息 现在 神所有的话语 不一定是关于救恩的 但他指向救恩 这意味着救恩的信息 是真理的一部分 因为在得救之后 还有一种生命要去活 所以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 福音的预备 经常说 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意思是 神猜浅你 带着救恩的信息 走出去 第三是 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这不仅仅是 神在你灵里 启示的 和慈首的话语 它指的是 说出来的话语 神的Rima 在你的口中的 神的话语 它被称为 圣灵的宝剑 因为它是用来 战斗的 只要神的话语 在你里面 那就是真理 你把真理 存在 你的里面 这是 很美妙的 然后 福音的传讲 能够拯救 医治 释放 但是 有一场 增长 圣灵的宝剑 就是 神 讲说的话语 是你攻击 敌人的武器 所以 要常常 讲说 神的话语 压制仇敌 Hallelujah 亲爱的弟兄 姐妹们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 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你的话语 就是真光 我绝不会在黑暗中 行走 因为你的话语 指引我行在 得胜和荣耀中 你的话语 在我的心中 在我的口中 当我说出来的时候 就在我的生命 城市和国家中 大大得胜 在耶稣的名里 Amen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的参考经文 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第十五节 遗福首书 第一章 第十三节 希伯来书 第四章 第十二节 一年读经计划 约翰福音 第十五章 第十八节 至十六章 一至十六节 历代之圣 五至六章 两年读经计划 哥林多前书 第十四章 三十一至四十节 真言 第二十七章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 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 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极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cia at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 已经从这本书 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 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 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